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到了大阅兵之后呢 我们看到今天就消停了一天 只能叫消停一天 因为从大阅兵之后 习近平表现出来的概念和权力呢 在今天的评论当中都比较多 就是他到底要干嘛 到底要干嘛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我以为纽约时报的评论比较到位了 就是他这次大阅兵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忠诚的概念 要求军队忠诚他 但为什么要求军队忠诚他 这个解说不一 我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以为已经讲得相当全面了 今天在今日点击当中 其实还是提到了一些问题 提到了一个差不多的故事 那在我个人的眼睛里认为 其实大阅兵他显现出来的军队的概念 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么我今天在今日点击当中说一句话 我说其实他要用军队 他用他现在的军队的概念 去否定十八大 去否定十八大 在这个 在这个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电视片里面 所有应该是十集 我现在看明白叫十集 所有十集影片里面 真正触及到内容 就是三中全会之后 那看过我节目 2012年看过来我节目的朋友 我跟大家讲过 三中全会将是一个奠基石 之前不是 2012年十八大是江泽民获胜 三中全会是习近平 开始否定江泽民的十八大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那走过来四届之后 今天在十九大之前 他要以党的名誉掌握军权 秉承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来干掉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那这时候他也得出政权 来干掉所谓的集体领导 这应该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故事 我今天节目应该不会长 会跟大家分享这部分 跟大家分享这部分 那在这里面 今天我在早晨的时候 看东西的时候 其实因为昨天又看 看了一段风声演绎 因为好久没看了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砍了 这么长时间风声演绎 当时我只是顺着砍过来 就是在看第二遍 也不叫第二遍了 在这一次重新看的时候 当我看第一遍的时候 我就顺着 我后面并不知道发生什么 忘了 我看到呢 跟大家说的呢 现在在跟大家分享风声演绎呢 就不是 因为我已经看过一遍了 看过一遍 回头再看的时候 中间会有很多故事 中间的故事 他在讲述着这种生命的理念 讲述生命理念 所以今天还有个朋友 在这个留言中说 涛哥看你三四年 看你节目三四年 那最近呢 看到网上一些民运的人 是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冲突 不同的人都在反映 说涛哥他们出现了很大冲突 搞不清楚 他们的冲突呢 他说其实看来看去呢 就是您的说法 都站在一个利益的立场 站在利益上 必然会冲突 而且一定冲突的相当的激烈 包括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学者 我个人也很尊重 非常尊重的学者 在现在的环境中都在 都在选择的 都在选边站 都在选择自己的归属 那利益的角度来讲 一般都说 只要推翻中共 怎么做都成 这是一种利益上的说法 那我也有朋友不一定接受 但是我就想说 我只代表我自己 推翻中共 不能建立一个比中共还邪恶的政权 对不对 中共没有人性 不能以没有人性的方式 而战胜中共的人 更加没有人性的话 只有利益和放纵的话 那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天意的角度来讲 你也不可能 因为中共的邪恶是超越 超越于人 它叫高激动 当它超越于人的时候 那你今天所谓 不计任何手段 只要推翻中共 为目的的人 本身就是中共的 党文化的观点 高激动的观点 那高激动的观点 不择手段的做 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目的 就是在直接侮辱人 侮辱人性 与伤害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所以有朋友留言说 说涛哥你还讲 那个什么化地为牢 那都是传说 你还信那个 这是道德沦丧的 就是今天道德水平 水平就到这了 对吧 道德水平就到这了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概念吗 你可以不相信风声演绎 但是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男孩子 什么样 像我们那个年代 说哪个男孩子没看过风声演绎 你是男人吗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 你是中国人吗 没看过风声演绎 所以如果到走到了今天 大家已经认为 风声演绎没有用 对吧 人们有用的就是这个 有钱就是爷 对不对 那人家爆料的人就是爷了 那爹都是孙子 你问人要钱就是孙子 对不对 人家也说得很清楚 往他们家送钱 不就每天就三千块钱吗 三千块钱顶 那天我说那三千块钱 听人家录音 有朋友说那是为了送船票 送或者说送律师信 可能吧 那人家的事咱不管了 但是呢 钱 对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其实反过来说 用了钱就是鬼 用了钱就是鬼 就是扼杀人性 在这个氛围和环境中 他用了钱也好 不择手段也好 都在人的利益层面 都在人的利益层面 你别看他 别看有些事情 在这种阐述中 在过去的阐述中 很多朋友讲的非常有道理 但是当在今天 2017 净化和回归的年代当中 都会触及到 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准策 每一个人的生命准策 回头来 咱们再讲两个 讲故事 昨天看到这个 西伯侯呢 从这个七年之困忧呢 到了这个时间之后 他三日跨关 在三日跨关的第二天 武成王就给他叫走了 叫到成王王府去了 然后武成王就直接跟西伯侯说 你怎么能信咒王的呢 那是昏君了 说我给你这个通关的福 他一共有五个关嘛 他说我给你通关的福 你呢 拿这个东西呢 赶快跑吧 别在第三天 还跨关了 怎么说呢 很难说明天会发生什么 搞不好有人要杀你 所以文王就听了 武成王的劝 第二天跨关结束 从武成王的家里面 牛脸就跑了 骑着马就跑 所以等到第二天 白天星期 第三天该 该这个跨 第三天跨关的时候 那驿战里面的那些 驿战里面的人发现 文王没了 所以就报给非众了 非众就报给皇帝了 报给昼王了 就说那跑了 文王跑了 所以就后来找了两个大将 就点了三千兵 就开始追这个西伯侯 所以简而言之吧 在这个时候 云中子就知道了 就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就让雷震子下山 去救他父王 雷震子是文王 在去昭哥 七年前去昭哥的时候 路上捡的 所以简而言之 雷震子救了文王 但是云中子在跟雷震子说之后 跟雷震子说 你只能把你的父王救过武官 救过武官之后 你不能进西齐 你就得回来 让你父王自个走 所以雷震子拖着 因为他有翅膀 拖着文王跨过武官 来到了荆棘岭 荆棘岭已经是西齐的地方了 已经是西齐的地方了 那荆棘岭 实际文太师后来死在荆棘岭 到了荆棘岭之后 雷震子就把武王放下 跟父王说 父王对不起 我只能送你这儿 那周温 那西伯侯已经是老头了 说儿子你怎么给我扔在这儿呢 先不着村后不着店 雷震子说 对不起父王 师父让我下山的时候已经说了 不许我进西齐城 只许我送父王到这儿 师父之命不可抗 这是雷震子当时做的 那害的文王呢 老头子往里走 往里走的时候才碰到一个歇脚的地方 后来这么骑了头驴进去的 所以这是雷震子 跟雷震子与自己的父亲 与自己师父之间的关系 不会因为是父亲 而违背师父的这个法旨 对等了 周王的两个儿子 殷红阴交 殷红阴交 是咒王要杀他们俩 这个时候 广成子跟赤精子救了他们俩 救他们俩之后 广成子赤精子都说 这两个人将是以后 江子牙挥下的大将 罚咒 这是广成子赤精子 他们自己能知道 在他们把两个人训练成熟的时候 让他们俩下山的时候 殷红先下山 殷交后下山 殷红是弟弟 殷交是哥哥 殷红下山 殷交下山 那赤精子广成子 都把所有的宝贝给了他们 给他们之后 他们都担心 因为殷红殷交是咒王的儿子 都会担心在他们 过程中会便捷 又去替他们父亲干活去了 终归是父子嘛 所以就跟他们俩说 还说师父有这个担忧 两个人都向师父保证 没事 我们肯定不会便捷 那两个师父都说你们俩发誓 两个人就发了誓 对吧 书上就这么写的 发了誓之后 等下山之后 殷红先被深宫暴 诱惑 从而便捷 那向着咒王 去跟这个江子牙对着干 殷交是因为 同样是深宫暴 因为兄弟之间的情分 殷红被杀了嘛 因为兄弟之间的情分 被深宫暴欺骗 从而也反了这个 也反了这个这个江子牙 所以这两个是反的 那雷震子没反 雷震子听的师父 而这两个是反的师父 这两个殷交殷红是咒王的儿子 雷震子是文王的儿子 对等来的 一个听了师父的 那尽孝心只是走到这个金基岭 就让父王父亲自己走 另外一个 跟师父两个发了誉 宣了誓了 但是下了山还是改了 还是变了 背叛了师父 从而向着自己生身的父亲 这两个就被就被咔嚓了 这里讲的什么意思 这里讲了你知道 练功夫中练武术中都是这么讲 师父的父 你查查字典有两个 一个是正父的父 一个父亲的父 你在单位学东西 在公司学东西 那是 那是一个正父的父 学技巧是正父的父 拜师学艺是父亲的父 拜师学艺现在就比较杂了 说像什么的都叫 唱大鼓都叫拜师学艺 唱精细的 对吧 拜师学艺得磕头 真其实都是 我以为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 而那里面的风神演义里讲的师父 师父可以为徒弟去死 徒弟也可以为师父去死 而师父之所以称为师父 是交给这些他的徒弟修炼的本事 生命的本事 而这些徒弟在修行中 都会摆脱人的环境 人的红尘 从而修成神 雷震子 就是一个肉身 七个肉身修成神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那讲什么意思 他自然会摆脱人的一切东西 摆脱人的一切东西 其中有另外一个我们讲过 黄天化没修成 对吧 黄天化为什么没修成 贪图人间富贵 那是黄飞虎的长子 还有一个土行孙 没修成死了 死里头 为什么 就想找女人 就想找女人 那还有一个叫龙什么龙珠公主 她是姚池金母的女儿 她本来就是仙 但她也修不成 她掉下来了 因为她私情 这里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 修炼中的师父是冰开你 抛弃你肉身的红尘之障碍 让你见到生命之本来 你不死的灵魂 能让它在现实环境中 在红尘之中超越着欲望 超越着物质利益上的一切 从而展现你生命的本来 开智开慧就这么回事 什么叫开智开慧 我能理解的就是 当你兵器掉肉身对你的欲望 所涵盖的一切的时候 你就开智开慧了 其实就见到自己生命的本来了 就见到自己生命的永远了 就这么回事 见到自己不死的生命了 而生身之父 人中红尘的父亲 给予你肉身 但它就是一个载体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有形的 可以触摸的 七亲六欲有感觉的 人之间 父子之间有情感的 可是它是必死的 它是必死的 所以为什么师父的父 是父亲的父 用人中父亲的父的概念 去启悟人们 自己灵不死的灵魂 所感知的那个生命 这是一个突破红尘 才见真地 原来的宗教也好 修炼也好 都是这个概念 这是我能力 我个人 代表我个人能力 解到了师父的父 所以 在《风尘演义》当中 演了这么三个人 对等的 文王的儿子 咒王的两个儿子 一个沉浸于人间的父亲的时候 他就堕落下来 一个能够超越听师父的话 能够超越其中 他就修成 我不知道 我说明白没有 这是我昨天当看到雷震子 去救文王的时候 去救这个西伯侯之后 他的态度的表现 想起了殷骄殷红死的时候 那里面渗透的真正的生命文化 父亲只给你肉身 人中的父亲只给你肉身 他不会给你灵魂 如果他要给你灵魂的话 那每一个人都应该跟自己的父亲完全一样 为什么 孩子 兄弟之间 有的性格差距很大 你可以讲各种原因 而这些性格差距很大的孩子们 同时跟自己的父亲也不是一样 但是长样会相近的 对不对 母样是因为父亲给的 灵魂不是那父亲给的 有人说 你这不是白眼狼了吗 那我们只能这么说 我只能跟大家分析这个概念 所以 有人 我看今天有人埋态我说你 你是这个你是那个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 其实你说我什么都没用 我说的 别人能说的我能说 我说的别人说不了 别人说不了 我有师父 你没有 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这取决于我个人 别人同样 别人有师父修行了 他也取决他个人的悟性 个人的在这个过程中的理解 这东西学不来 拿笔都写不出来 所以你说我半天 只能说你太笨了 我只能说你太笨了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讲 在今天的环境中 我以为 你应该能够看到这种利益的冲突 到现在 可以看到利益上的冲突 给各自带来的伤害 那郭文贵先生 围绕着郭文贵 这几天郭文贵先生 基本闷三爷了 结果闷三爷就没听声音了 结果有个网站说 是因为他自己住的家 就是曼哈顿 他曾经为他住家 可能是他自己修炸了铁篮 修建了铁篮个儿 为了自己的安全 结果他修建铁篮个儿 在纽约现代的环境中 被他的邻居告了 伪装建筑 我原来 我忘了是在 纽约时报是哪披露这个消息了 说是因为 他实际封掉了 人们的这个防火门 就是如果楼房着火的话 那种逃生门 可能是我 我没有太确准 因为当时只是这么看了一眼 可能是那个 他把人楼里面的 可能是这东西 成了伪装建筑 因为被人告了 那被人告了之后 据说这两天 警方警察不许他 要把那东西拆除掉 拆除的过程 他就没办法再加呆了 所以他 所以你看到他 他到这个 游船上去 那我们不知道 人家游船 怎么豪华 这那就那么回事了 所以 这是他遇到的麻烦了 那 登这个消息的朋友呢 网友呢 只是说 他竟吹牛皮 到时候跟美国政府 昨天那录音 跟美国政府说 美国政府官员说了 到时候我们就清网 就是张嘴瞎说吧 把明镜的和平先生给蒙了 一溜一溜了 这事咱不能说什么 反正这个是明确在蒙了 明确在蒙了 美国政府成他家的了 对不对 美国政府要成他家 他今天还至于这么难受吗 让美国政府干嘛就干嘛 所以这个 在稍微明白人的眼睛里 我说明白 咱说白了 是生命上的明白 或者说是悟性上的明白 因为这话 方一边说 随便一说 那朋友明白 不可能 美国政府不是你家开的 对吧 连这个 连川普今天那么有钱 也给扛到这儿了 当然朋友说 人家郭文贵 比川普还有钱 是这回事可能 然后呢 我就问你 然后呢 对吧 那当你站在利益的角度的时候 当你站在自我目的的角度的时候 你跟他棒在一起 有你的利益 有你的目的 有你的欲望的时候 你当然渴望他成功 人家比你有钱 你渴望他 利用他的能力 能够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那你就死了 这就是我说你招了道 招了道 昨天他在音频中谈到了 博迅和韦石先生 那里在讲的 跟这个和平先生通话当中说的 那里头还提到 有一个第三个人的声音 有人在网上说 韬哥那是一位姓赵的 什么什么 这姓赵的先生 都是网上有名的 那我也没办法佐证 我只是跟你说 人家提出来 那是个姓赵的 网上很有名的人 被共产党抓过 被共产党抓过 那现在都是鼎力支持 郭文贵先生 那和这个这个 博迅的韦石先生 针对昨天拿出来的音频呢 他做答复 他说他拒绝承认 自己跟这个 这个 跟这个 叫张什么来的 原来河北省委书记 说跟他有关系 跟他有关系 因为里面里面讲 张岳 韦石先生明确声明 在自己的博讯网站声明 跟张岳没有任何关系 那是郭文贵胡说 但韦石先生承认 在2013年 曾经回过中国大陆 去奔丧 回过中国大陆去奔丧 那我以为 这个说法呢 韦石先生这个说法呢 也让我蛮感触的 我们看到郭文贵先生来 在这件事情上来 都是冲着媒体来的 对吧 冲着媒体来的 在冲着媒体 特别是在自媒体的 现在状况中 媒体人成为了一个 在整个这样的较量过程中 至关重要 极其重要的 这么一个角色 那如果博讯 作为博讯来讲 在过去时间里 我们不用长了吧 就从2012过来哈 那他的位置 他的方向 用郭文贵先生的角度来讲 他 博讯打击了郭文贵先生 郭文贵一定要借助明镜 去报这个仇 我们就人家这么说 咱就这么说了 那也能透显出 博讯的力度相当大 足以让郭文贵先生咬牙切齿 好 起码是这样 那这样的人物 这样的网站的老板 在2013年这个时候 能够安全的回中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韦石先生自己讲出来的 但这是一个问号 这是一个问号 这种问号就是 我们真正做媒体的在网络上 这么多年过来 屈指可数这么几个人 完全数得过来的 那王全璋不是呢 对不起 王全璋是维权律师了 那另外曾经有一个姓王的先生 到嘴边突然说不出来 那他就是偷偷的回到国内 然后被抓的 然后被抓 那这种回国被抓的人蛮多的 如果你回国的话 当然也有回去没有被抓的 这是事实 不是说都被抓 我想 给我的体会就是 那韦石先生承认 2013年自己回到中国 可以回去 但他在博讯的网站 又可以这么做 这是一个让我 让我很茫然的一个概念 我只能这么讲 让我很茫然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能知道 真正对中共有着明确认识的人 很难回去 你我们对比一下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香港的泛民派的议员 他们只是在今年才有机会拿到回乡证 在过去时间里 他们根本没机会 梁振英 2012年上台 整个这五年来 泛民主派人士 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回大陆 所以这是我提出的质疑 在韦石先生自己承认的背景之下 我提出的质疑 那为什么可以 那为什么可以 那在这个另外一个 这都是看截的消息了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今天那个就是 RL网站那个手 登出一个视频 登出两个 一个还是郭文贵先生 跟王彦平女士之间的故事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 第二个呢 他只堆出一个视频 那是视频 没有声音 只有三个人 郭文贵先生一个人和两个女士 一个女士站着说话 站着 都是站着了 另外一个女士呢 拿相机照相 本来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讲 就是反正就证明有边上有人呗 结果呢 王彦平女士在他的推特上呢 就写了一句话 说说成人里面其中的一个是他 那从他那个人应该是照相的那个人是他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从他那个人应该是照相的那个人是他 我个人觉得他再次佐证了他自己的身份 就是这个网站的身份 郭文贵先生在推特上一直发照片 对不对 坦白讲 照相的人是有他一定的基本的技术的素养 照相的基本素养 取镜头位置 他的构图有 那王彦平女士的这个推特账号上曾经发过一张照片 发过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他们曾经到山西啊到哪儿 瓦瑟州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从他的照相的角度来讲 我还是说他有一定的基本 路透社在报道中讲说 安邦已经成功的收购了价值300亿美金的资产 那也就是习近平要求安邦出售海外资产 吴小辉已经被抓 那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 有理由会恐怕会被出售 所以这是看到的 看到的万达动作最快 海航我们看到他特别的做法都分析过 那安邦在吴小辉被抓之后 今天出现的明确的指示 还是把复兴剩下来 复兴呢是跟上海有关系 这是这是我们看到的小消息 那他说是小消息 你可以看到他的他的目标最终 都集中在江泽民脑上 围绕着江泽民贴心的他不动 但是目标往那靠 另外一个 习近平完成了军队当中的大阅兵 这个大阅兵当中随着这个大阅兵披露出来一个 我们知道他18个集 18个集团军改成13个 然后番号重新往上排 过去的番号全撤掉 对吧 而这13个集团军呢 里面呢是重新组合 那各13个集团军隶属于 隶属于东西南北中 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 细心的人拿到了这13个集团军的 13个集团军的司令和这个政委 他们惊奇的发现 所有集团军的司令跟政委 都不是在改编前 都没有在他们改改编之前的 原属的集团军里面认知 全换 全换了 所以这种全换都表明 习近平对军队的态度 军队他根本不放心 而且军队是他整肃时间最长的 原因就是他要拿到军权 所以这个消息的披露 跟他昨天军在这个大阅兵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概念 是完全混为完全是在议题的 这个议题的背景之下 就是他一定要把军权拿过来 一定要把军权拿过来 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辅助的 我们看到出来的消息了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大阅兵到底告诉我什么 我昨天讲了很多了 那我们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人的分析 纽约时报直接讲就是绝对忠诚 绝对忠诚 在他描绘了这个大阅兵之后 他提到首先引用的就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毛泽东说的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习近平要求军队必须是他的铁粉 铁杆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当用到这一次大阅兵里面 你会感觉到 就是我说的 习近平在用枪杆子去夺十八大的权 废掉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权利 这就我是这么说的了 他里面讲述了一些话 坚定不移的坚持对党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那党是谁 党是谁 在大阅兵的时候 政治局常委只有他一个 政治局委员里面只有军人 其他都没有 那这里说的党只有他自己 没错吧 这里说的党只有他自己 那在阅兵中我昨天节目中说了 我说我看到党旗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原来的阅兵中我从来没见过党旗 那现在呢 后来朋友们 透过这一段时间里不同的朋友都佐证这件事情 没有大阅兵里从来没有过党旗 第一次 当他拿着党旗要求党听他的军队听党的话 而在现场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委员都没有 只有他一个人 那就是他个人以党的名义 要求全军向他 要听他的 他是党的化身 他是党的唯一 他是党的化身 他是党的唯一 就这么回事 你可以管他叫独裁 那从这点上说 范长龙的 在阅兵时最后结束的讲话 是他安排的 范长龙 而不是许其亮 那延续了江泽民年代留下来的 就是徐才厚郭伯雄时代留下来的东西 那范长龙的表态 首先说领袖 然后说统帅 跟领袖走听统帅的话 可能是这个话 这是范长龙讲的 那范长龙讲这个话 是代表全军将士 听领袖的话 跟领袖走 听领袖的话 只有一个 所以这里面他在 如果他以这样的方式是强调的话 这就我说他一定用军队 去摧毁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 和政治局 乃至整个中央的概念 用党的一切战胜党 那从17号 从17号开始 7月17号开始 从17号开始 我们看到的故事就是 将改革进行到底吗 当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这话说出来之后 这就是他要求 我们提到7月17号 我跟大家说个有趣的事情 汪洋曾经在这个 曾经前一段去了美国 结果川普 结果川普没见他 所以中美经济经贸的会谈呢 不是很顺利 在4月6号7号 建立起来的四个平台当中 汪洋曾经不是顺利 对不对 那而那个平台在谈到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明确知道当时说给习近平100天 那有关有关有关这个有关这个朝鲜问题 那金三胖又试射导弹 对吧 他也提到100天的说法 大家还记得100天的说法 这是4月6号 4月7号 当时谈到这件事情 那现在川普抱怨呢 说有关金正恩的事情呢 中国缺少努力做的不够 这些抱怨都出来了 4月7号结束 100天7月17号 7月17号 中央电视台拿出 将改革进行到底 而这个拿出的影片 是以孙政才被咔嚓 作为祭祺的 大家听明白这100天了吧 习近平要这100天 去完成他要做的事情 去铺垫他这100天的来处 真正的目的 是习近平要的时间 你可以说习近平把川普耍了 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习近平有自己的目的 那从大阅兵里展现出来的军事实力 朝鲜不堪一击 如果今天的中国打朝鲜 肯定绰绰有余 肯定绰绰有余 这是没错的 他执意要打很容易打 但是他要的100天 习近平真正的敌人 就是整个十八大的权力 中共权力系统 我不知道朋友还能不能理解 这中间的故事 这中间的故事里面就是这么走 他一步一步就这么走来的 在政治层面 你一定是看不懂的 在生命层面 你完全能理解 所以我刚才讲了100天 就是为了他7月17号拿出这个片子 将改革进行到底 为了砍掉孙政才 为了今天的大阅兵 为了这一切 而这大阅兵不是目的 大阅兵是表明军队是他的 用军队否定十八大 你看很快 纽约时报讲说 习近平的做法展现出 习近平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家 他不仅仅是核心的领导人 那而且这个位置已经被各层官员确认 他不仅是核心了 核心是去年六中全会拿出来的 他现在已经叫做最高领袖 影片里是这么说的 而这个范长龙长直接在那个场合下 讲出习近平是领袖的话 比那电视片里还厉害 被称为领袖的只有毛泽东 邓小平没有被称过领袖的 只有毛泽东被称过领袖 被称过最高统帅 被称过毛泽东思想 核心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吧 核心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 他的最高他的领袖最高统帅 已经超越核心 那超越核心超越的谁 江泽民 那文章里提到说 文章里提到说 这人叫邓吕文 是国内的一个党媒的编辑 曾经是了 他说这一次阅兵是具有特殊的含义的 表明军队牢牢地掌握在习近平手里面 任何人都不能挑战他 是可以这么说 是这么讲 我评论的 曾经评论过的 我们不用再说了 他的形式他的模式 没有任何外人 不是对外的 他只对内的 对谁对他的政治敌手 他为什么用这个方式 用对付他的政治敌手 因为他的政治敌手太强大 他的政治敌手太强大 在他的眼睛里 政治敌手掌控着整个这个 这个十八大下来的这个制度体系 他用军队要挑战这个政治体系 政治权力体系 就这么回事 那文章里还提到 后面比较多的就是提到了 他是不是会延续啊 2002年之后 2022年之后还去当官 我觉得这都根本谈不到那个 谈不到那问题了 根本不是那问题 那又谈到了孙政才被砍杀的概念 那但是香港科技大政治局政治系的教授 丁学良先生说 此时此刻就这个时候 我们根本无法确定 孙政才就是被十九大前被砍掉的最后一只老虎 他说这个完全不能确定的 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砍掉 那更多的人被砍掉 那在这种做法当中 那在这种做法当中 习近平的做法就是迫使 所有那些拥有权位的人 愿意不愿意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必须服从习近平 必须服从习近平 谁想跨越习近平或者不接受他 那孙政才就是你的下场 应该讲这是邓小平之后 中国权力最大的最直接的领导人 那中国权力最大最直接的领导人 军队在政治权力当中的发言权不多 但是呢 有着军队的支持 共产党的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这是习近平唯一把握的 那丁学良先生也这么认为 丁学良 丁学良先生眼睛里认为习近平在军队里花的时间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比以往任何领导人花的时间都多 他很清楚 习近平想把握权力 必须集中精力 更加集中精力 获得权力的话 他必须让军队完全掌控在他个人手里 而这个做法本身就是直接否定的江泽民 直接否定的江泽民 而这种对习近平的媒体上的吹捧 形式上的吹捧也是直接否定江泽民 因为在邓小平之后 胡锦涛跟江泽民之间 胡锦涛没有获得过这种吹捧 类似的吹捧应该是 江泽民一直推崇和需要 一直推崇和需要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的目的不是盖过邓小平 如果盖过邓小平的话 就没有将改革进行到底之说 他是借助邓小平来否定江泽民 否定江泽民 否定江泽民党的一切 否定江泽民党的一切 我以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当然文章里也提到说 习近平的做法 已经让一些批评者 包括一些所谓的 党内人士也好 党外人士也好 他在破坏集体领导 在进行权力扩张 权力过度集中 能把中国能够把人带入到困境 所以这是我说 今天他的权力 今天他权力的集中 冲着是江泽民去 你真正看他对权力的态度 要看他打过江泽民之后 江泽民不倒排 江泽民不倒台 他的权力就会更加的激动 他集中的一切权力 都是为了推翻 江泽民获胜的十八大结果 那我以为就是这么回事 那在这个德国之声上 也写了一篇文章 叫军队听习主席的话 同样也是这个 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那他采访的同样是丁学良教授 对吧 那他讲说 对于大阅兵来讲 对国内的含义重量 他认为丁学良教授认为 对国内的成分 远远要高过在国际成分 丁学良教授是比较有名的 在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那德国之声的记者问说 那里面有没有国际上的含义 包括南中国海等等这些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当然他当然有 他展现导弹的实力 展现东方叫东风三十一 AG的这种最新型的巨型洲际导弹的话 当然是对国际社会是一种威慑的力量 但他的目的是在国内 那他的目的是在国内 那在丁学良认为 为什么是对国内的重要意义 他说第一十九大召开 什么时候召开我们不知道 那按照原先的计划 他说十一月份 我印象中十月份 他说中共自文革之后 代表大会按照程序时间举行的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就是没有破过时间表 他说当然今年的十九大 是否延期召开不知道 在过去时间里 中共延期召开最后延到一般都是十一月初 十八大我们看到他延续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2012年10月14号 我说的11要死那天 第二个他提到说北京最高层必须把最重要的人事安排摆平 摆不平的话 十九大很能召开很难召开的 那这是他讲说 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共遭遇到最严重最重要的人事安排变化的争持的过程 争持的过程 以前都没有遇到过 以前因为有邓小平这么延续下来 那今天胡锦涛已经下来了 邓小平的安排已经结束了 那今天就剩习近平了 所以他以为最重要的 这一次大阅兵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解放军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体现在他一把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是 里面喊出来一个说法 让军委放心 让党中央放心 让习主席放心 这是我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另外一个比较要命的就是 习近平对军队是否有绝对的掌控权 这也是德国之声记者问丁学良先生 我觉得这是相当 我个人也说是这么回事了 在丁学良先生的回答中 他是分析了 他没直接说 他说高级领导人应该是政治局之上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里面有许其亮、范长龙 这就是军队中最主要的 而许其亮、范长龙的 因为他掌控军队中的两个军委副主席 所以实际他的位置 与政治局常委有的一比 他说毫无疑问 这一点是不可怀疑的 否则不可能把过去的 胡锦涛、温家宝这么最高的位置 能够给控制住 这是讲 他是说 当年的徐才厚、郭伯雄 他们的军委副主席的身份 等于把胡锦涛、温家宝架空了 温家宝架空了 而今天 习近平的做法 只有当年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曾经走到这一位置 其他人都没有 没错 这是我跟大家 我以为他在超过邓小平 超过邓小平 那习近平对军队呢 有着很多的考虑 但是现在遇到非常多的阻力 他认为主要是裁军改制 裁军期限没有说清楚 这件事情很难做到 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比较的话 邓小平做的话就没有这么大难度 那是因为邓小平当时的身份 和他在中国 中共历史当中的故事 所以他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就是说习近平做的 对军队的手法做法 表明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力度 没有那么绝对 我也认为没有那么绝对 所以他才以这样的 以他正统的方式 就是军委主席的方式 他一把手的位置 所有的一把手的椅子都是他的 以他个人的位置 这是怎么说呢 官方的位置 只能叫官方的位置了 他以这种自己的官方位置的角度 政治局总书记 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以这个角度强压所有军队不满的声音 而这个官位的角度 是中共权力体制中赋予他的 也就是中共权力体制赋予了他这样的权力 他反过来用这个权力来掌控军队 用军队来把握或者说摧毁18大结果 在国内的意义上 政治意义上 他说习近平在人事上的控制力有多少 他说到现在为止 习近平应该是大风大浪不断 但是习近平会坚持走下去 越往前走 难度越大 问题上冲突上越大 摩擦也会大 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他认为就会发生冲突 具体会发生什么冲突 没人知道 如果现在有人显得很有信心的讲 他知道 但不要相信 没人可以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太平时王杀王 2017 从这篇文章里 两篇文章里 德国之声跟纽约时报都透显出 习近平用他对军队的权力 挑战今天的江泽民的十八大结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